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今天上午是以市长的身份出席市政会议 我外界相当关注 从今天开始 侯友宜在地方上会有三场的大造势 包含今天晚上在台中 隔天会到新北市的主场 以及第三场就在桃园 就是为了让她的气势再提升 来迎接这个周末的全代会 我外界也相当关注 这个国民党内的韩国瑜 是不是有可能来参加全代会 目前据了解这个几率是不高的 所以侯友宜是不是有机会 再亲自来邀请韩国瑜 一起来参加全代会 展现一个大团结的气势 侯友宜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我跟韩国瑜市长都会同心面对 我们都是为中华民国一起打拼努力 那至于全代会的整个规划 我会尊重党的安排 扛起2024总统选举的重则大任 一无反顾的往前走 柯文哲说蓝白河可能水到渠成 朱主席也说这也要一起努力 未来有可能这个总统蓝白只退一组人吗 柯文哲的声音我听到了 我会被国为民坚定自己的步伐下降 无能没有做又贪腐的民进党政府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市长今天有两份民调显示 您排行第三 那与第一跟第二有点差距 民调高高低低 我们都可以参考 最重要的我们选举 选举自己的步作 在整个过程当中 球赛一样刚刚开始 所以刚开始 我们一定会不断的去强化 我们自己的战力 最后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 逆转胜 好不过外界平平点名 这一次再也要如何来下架 民进党2020政党轮替 大家都提到说应该要蓝白河 而对此柯文哲是提到说 可能可以水到渠成 国民党党主席朱一伦哲是说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好好的合作 是不是蓝白河还有机会呢 侯友宜则是提到说 他会听 他已经听到了柯文哲的话 他会好好的来下架民进党